那这个我的名字吴清辉 当然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Google找吴老师 这个关键是里面 大概关键前面五个吧 好像有四个或者五个我也不知道 都是跟我的资料有关的连结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的那个部落格 OK那部落格里面的话 你们其实可以找一找 因为我上这类型的课程也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我的程式撰写的经历也超过二十年 OK那其实会上这门课 其实也是非常偶然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上这门课 那其实我主要是希望能够把 算是我的程式撰写的一些心得吧 经验分享给大家 那其实我很喜欢写程式 OK应该很少也会有这样的人 那除了很喜欢写程式之外 很喜欢教人家写程式 不过我刚开始教程式的时候 其实挫折感还蛮大的 因为我发现 实际上各位需要的 跟我想的其实落差很大 因为我以为大家都很容易就懂了 实际上好像大家都不容易懂 OK 所以我慢慢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标准 OK 从刚开始也许以为讲完你们就会写程式 到现在程式直接给你 你就知道那个落差有多大了 因为刚开始我可能希望说 我想完了我也打完程式了 你们应该会了吧 后面切回去 全部人都撒在那边 都没有人动手 我想奇怪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你们 后来才发现了 其实也许又需要阶段性的 那早期其实会来学这种课程的 大部分都是工程师 可是现在很奇怪的 现在是几乎都不是工程背景的 是工程背景的 可能也不会来学这个东西 OK 这很奇妙的 来学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基础 可是要怎么学的会 这导致我也觉得 很困难的一点 那当然没有关系 我会渐进的提供给各位资源 所以为什么上课会强调需要录影 也是在这里 如果你听一次你就懂 你不会来上课 你可能就是天才了 OK 真的听一次就懂 那天才了 所以很多大部分都不是天才 所以我把它录下来 你回去 如果你不会的地方 反复再听过 这样有个好处 如果你已经听懂了 我就要重复讲很多 不然下一个礼拜又问我一次 说老师你上礼拜讲什么 那下一个礼拜 又只要问我上上礼拜要讲什么 每个礼拜又问之前 那其实很浪费时间 我要再重讲一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有些东西 请各位记得回家 如果你不熟的 请你回头再看看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 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 它不是用听的 也不是用看的 它一定要动手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你的实物经验很有关系 你会了不用记了 如果你已经做到非常熟了 那些都是变成直觉动作了 OK就是变成一种尝试了 不用说特别去记了 所以务必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动手做 你不要说好像我看看就好了 你看看等于你没学了 OK 那我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找我了很简单 Google一下 网路上太多了 那我在网路上放了部落格文 至少放了两三千篇的部落格文 我的教学影片 YouTube上面 我放了超过一万个影片 那里面没有放别的 就是上课录影 我只要有上课 我就把它传上去 这件事情呢 我已经做了超过十年了 从YouTube 有YouTube以来 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OK 所以我认识YouTube 比各位久太久了 OK 所以我跟Google 其实也算是 算另外一种的 这种熟悉的感觉 好 那另外的话 Excel VBA 我想你Google一下 这也是啊 我的东西也是一大堆 所以变成说 几乎YouTube上面 或Google上面 很容易就被我洗版了 为什么 好像没有其他老师在教这个 不是没有啦 是因为我放太多了 我把它们都洗掉了 因为他们 不过也很奇妙 就是说 像我这样子上课 全程录影的老师 真的不算太多 OK 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程式设计方面的课程 很多老师甚至还在 白板上写说 禁止录音录影 请尊重智慧财产权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这东西 不希望你外露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 上完我的课之后 再去上其他老师的课 有时候不习惯 老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什么 没有就这样子而已 这是常态 这是正常的 OK 所以变成我常常有学生来跑来跟我讲说 有某个老师对你很不满 因为你说 我说 我了解 我了解 为什么 有些学生会跑去跟那些老师讲 老师为什么你不像那个吴老师一样 上课把它全程录下来给我们 OK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就没有讲话了 OK 那也是不好看 就这样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然我不只是教VBA 其实我还有教很多的手机的APP设计 所以其实我也做了蛮多东西 是有关那个APP 也许可以跟VBA做连接 你处理完的资料 你在电脑上 你不可能把电脑随时抱着走 有时候你手机打开 如果你希望可以看到这些资料的话 也许你可以跟手机做连接 那这部分其实需求也非常的大 那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非常有关联性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啊 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这样做 那至于要怎么做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我部落格里面看到 里面有蛮多东西 那我教这部分的课程其实非常多 我教了太多的程式 我教过的程式种类 至少超过十种以上 OK 那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名称 可是我感觉是一样的东西 学习最重要的是 学习它不一样的地方 它一样的地方可以不用学了 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语言是相通的 你只要知道哪些不一样 你就学会另外一种 OK好了 反正这个可以 那我在其他很多地方 像工人训练处 新北市劳工大学 东吴进修推广部啊 还有我们这边 志强工人基因会 等等啊 很多地方都有授课 那这是我的相关的经历 还有目前的限制 那我有很长一段的创业经验 而且我写程式写了 应该超过二十年了 也有很辛苦的创业经验 所以我应该可以给各位很多 应该给各位一些经验分享 然后目前的话 主要从事教学 跟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 慢慢的可以不需要那么忙碌了 OK那当然 如果要叫我在创业 我觉得我不要了 OK太辛苦了 其实你以为老板好当 其实老板一点都不好当 为什么 因为老板想的跟你是不一样的 OK那当然说的话长 那我的证照大概三十几张 另外的话我的教学频道 其实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这件事情做了超过十年 那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只有上课教学 目前的观看次数呢 超过四百多万次 OK四百多万次 OK这里面没有放一些 我没有露脸 因为可能人家都会 放一些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正妹 或者放行男 但我没有放 我不是行男 那所以里面的话 纯粹只有教学 只有上课录影 OK那目前订阅人数的话 其实也超过了一万 这边数字没有update 已经超过一万人了 好那 那每个月固定那个Google 都会给我一些分红 因为YouTube 之前就是会写信 问我说 要不要加入他们partner 我想说好啊 然后我就加了之后 没多久 你要不要 你有累积出一些 那个回馈金 美金 我想好啊 那我就开个账户 汇进来 果真是可以用的钱 不是诈骗的 所以每个月 我就期待 每个月都会有一些金额 进来 虽然不多啦 但是也不算少 出国旅费 绰绰有余 OK 所以我还蛮 享受这种 那个 OK 那当然是 像我 YouTube上面有认识 二十几岁 年轻的 年轻人 他们靠YouTube 就可以过日子了 而且他说 他最高 大概一个月 可以有六位数字的进账 OK 所以不是说不可能 很多机会 只是看你是不是要 怎么去针对那个机会 你有对应的一个技能跟专长 OK 那当然我也 在那个 证照中心 找我去当 那个咨询的顾问 OK 帮他们做一些命题的工作 那接下来的话 有关我们上课的用书 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这门课程 其实跨了 蛮大的一个 其实不是只有Excel 他可能需要了解 大概第一个Excel的函数 也就是你要对Excel函数 至少要有一个基本 不只基本认识 可能高阶的一些 比较少用的函数 你至少都要了解 那我这边有两本书 推荐给各位 第一本就是这个 比较基本的 这本书是 三秒钟搞定Excel 里面也会提到 有关函数到BBA 这本书是灵魂宫 这作者 那另外有一本 这比较新一点 叫Excel 这个职场函数 468招 那实际上 这个所谓的468招 就是468个范例 也就是说 他把所有Excel里面的函数 分成9个类别 把每个类别里面 该需要知道的 比较常用 或者喊用 或者高阶的 所有的函数 通通的用 范例的形式做说明 里面只有函数 那这本书呢 我也把它拿来 当成我的范例 所以在云端上 有一些范例 是从这边而来的 那不过他有个 他这两本书 上面这本有讲到BBA 可是下面这本 没有讲到BBA 那也就是说呢 里面 即便你会用函数 但是很多地方 还是函数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怎么办 你还是必须 再延伸到BBA 所以呢 我在后面会有讲到 有关这个部分的BBA的部分 OK 他没有的 我会帮他补充 OK 然后 再来有关 第二个部分 除了函数之外 可能你要对 慢慢对那个BBA部分 要有一定的认识 可是BBA说真的 你要一下子马上了解 真的不太容易 至少我是建议 你手边 可能要有几本 这种BBA的 就是基本理论方面的书籍 那我大概推荐这两本书 因为这边是博外路 隔壁就重新南路 重新南路上面 现在书店已经变少了 不过还是有 在好像 最靠总统我们那边 有天龙书曲 一定有卖这两本书 OK 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说 如果可能的话 像我讲到这两本基本书 你可能就找一本 平常没事就把它翻一翻 因为它是弥补你理论的不足 但是理论你懂了 可是怎么做 你可能做不出来 那做的话呢 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做 也许我们重点会摆在 做给你看 看你也许都看得懂 但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出来 OK 所以我把那个重点是着重在做给你看 保证做得出来没有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 有跟资料库部分 那这边有有几本 有跟比如说 这本 第二本书 这个也是日本写的 这本书跟资料库有关的 不过最近我资料库部分的话 因为我也自己实际上 实物经验部分的话 就当然 因为坊间 目前用到最多可能用SS 不过SS有个缺点 它是单机使用的资料库 那如果说你要跨很多 也许有一个部门 或一个公司的那个资料库的话 可能你也许会选用的是像那种制服器的 像是MS SQL Server 那不过呢 像那个MS SQL Server的话 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 但架设不容易 需要的技术门槛也比较高 再来还有一点 就是它需要费用 授权的费用 所以我最近在部落格上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最新的文章 如果你不想要授权费 而且你希望技术门槛降低的话 有一个自由软体 叫MySQL 它也是所谓的那个 就是制服器等级的资料库 那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用钱 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如果说 你需要资料库 不过这部分导致 坊间的书籍还没有提到 那我是实际上用到 我怎么样去使用那种 这些方法 有在部落格上面做分享 那另外还有一本 比如说像这个50个 这个高手的解决方法 这个都是sample 那另外还有日本人这本书 它还有几本 这个都比较进阶的书籍 其他的话 还有像现在越来越流行 像这种利用那个 就是BI 就是商业智慧的这种 然后里面有一些像 用一些套件 等于是枢纽分析的进阶版 它类似像这些 枢纽分析 不过想看有没有时间 再补充这部分 好那刚刚讲到的几个 问卷跟那个 我们的下载资料 那课程里面的话 大家自己看一下 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 那另外就是说未来 我们上课了 那我讲过 我们会先把总共五大类的函数 先跟各位讲一下 它里面比较重要的函数 再来就是说如何把它变成VBA 那VBA的两种形式 OK大概不外乎就两种 一种是产生按钮 按下它 一种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在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看到你制定的函数 那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呢 我们就接着来看 那等一下请各位 一样去开启这个范例档 那再来我们就一个一个 逐步来跟各位做说明 好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先了解一下 开启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部分 先了解一下吧 里面假设像这个范例 如果用什么呢 REPT加LEN怎么做 那如果你对REPT不熟 请你先切到REPT这个范例 REPT这个工作表 它会问你说几颗星 其实这边的话就是用到REPT 那你可以从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一个叫文字 这个群组的 文字这个类别的函数 往下拉 你会看到有个叫REPT的 就这个函数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用 你如果甚至有些同学是完全没用过 也不用担心 其实要学习函数的使用 记得就是要学习怎么使用的方法 不用十倍 因为里面基本上都已经有告诉你答案了 REPT传什么样的参数 之后呢会给什么样的结果 OK 那请各位呢 先稍微把这个范例题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先了解一下 前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字函数 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手机这个地方 如何利用内建函数 再到 有没有什么比较高阶 比较好用的函数 再到VBA的使用方法 跟各位做说明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给大家看